中共最新成立的河北雄安新区近几天成了大陆新闻的焦点 与此同时,参与策划此项目幕后策划人 中共政协原副主席徐匡敌也引起舆论的关注 有消息披露,徐匡敌曾深受前中共总理朱镕基赏识 但受中共前党魁江泽民打压,被调离江的老巢上海 中共国务院近日印发通知,设立河北雄安新区 这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的友谊新区 该区规划范围包括雄县、荣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的区域 初期规划面积100公里,中期发展区面积约200平方公里 延期控制区面积约2000平方公里 由于新区设立在即雄县、荣城、安新三县掀起抢防潮 防价瞬间暴增10倍 与此同时,参与该事件的幕后策划人物也浮出台面 在中共官媒央视4月1日的报道中 中共政协员副主席徐匡狂迪 也出现在中共高层视察河北白杨店等地的画面中 2月23日,习近平专程到河北省安新县进行实地考察 召开河北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工作座谈会时 徐匡狂迪亦有陪同 在当时央视播报的画面中 徐匡狂迪跟随习近平在野外考察 并在一旁不时的交流 报道称,徐匡狂迪现在是雄安新区智库领导 这一消息,令徐匡狂迪再次引发外界关注 年已80岁的徐匡狂迪 曾担任上海市市长,中共工程院院长 中共政协副主席等职务 是中国第一位院市市长 1989年,时任上海工业大学常务副校长的徐匡狂迪 被上海市长朱荣基任命为上海交位办副主任兼高教局局长 此后历任上海市纪委主任,副市长,市委副书记等职 1995年起任上海市长 2001年,任中国工程院党组书记 4年任院长,2003年任中共第十届政协副主席 2014年任经经济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组长 该委员会一直奔波于经经济三地调研 港媒曾报道,深受朱荣基赏识的徐匡狂迪 试图被外界一致看好,却在2001年底被突然调职 4年3月,徐匡狂迪对媒体透露 离开上海并非本院,而是上面下令 众所周知,上海是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的老巢 早年江泽民,王菊与陈良宇被称为上海帮的铁三角 而上海帮以贪腐为主,因此容不下徐匡狂 据上海帮末日汉将,陈良宇传奇一书披露 从1992年到2001年12月,陈良宇当了近十年的市委副书记 他十分着急自己熬不上市长或市委书记 为此,不惜与黄徐联手,乌县时任上海市市长徐匡狂迪 而徐匡狂迪对号大起工 不管老百姓死活的黄菊和陈良宇非常不满 当时,黄菊和陈良宇号称要在20年内 把上海建成金融、工商、港口、高科技等12大国际中心 这种想法得到了江泽民等人支持 于是两人不择手段的大兴土木 将普及的市中心老百姓硬性迁到浦东 对此,徐匡狂迪持反对意见 同时,徐匡狂迪对黄菊和陈良宇等人的腐败作风也大为不满 2001年9月,徐匡狂迪在上海市委常委生活会上批评黄菊 并提出市委委员自律廉政等三点建议 书中说,徐匡狂迪的直言 使得黄菊和陈良宇是徐匡狂迪为眼中钉 因此他们指使人整理徐匡狂迪的黑材料 说徐以专家自居 坚持个人意见凌驾于集体之上 甚至污蔑徐匡狂迪有个人政治野心 要当副总理等等 于是江泽民下令换掉了徐匡狂迪 2001年11月下旬 为等徐匡狂迪上海市市长任满 就接到了中央的调令 到中国工程院担任党组书记 而陈良宇也如愿当上了上海市代市长 不过,在2007年中共时期大之前 王菊和陈良宇相继出事 一个死亡,一个坐牢 上海帮衰落,铁三角彻底散伙 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本周会面 每媒报道 川普女区库什纳在川普政府的中国政策中扮演重要角色 即将上演的川席会 就是库什纳和中共驻美大使崔天凯幕后运作的结果 4月6日和7日 川普总统将在他的佛州海湖庄园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访 纽约时报大天府报道 打造两天川席会的细节与非正式氛围 完全仰赖中共驻美国大使崔天凯与川普女区库什纳两人幕后运筹帷幄 而库什纳在这一重要峰会中扮演重要角色 报道引述多位官员指出 崔天凯与白宫高级顾问库什纳之间 近来建立了一个忙碌的秘密管道 川席会免地点选择海湖庄园 是两人商讨的结果 报道还称 今年2月在库什纳和崔天凯居中拉线下 川崎才有了一次修补两国关系的通电 纽石指 川普立向南策 推文和声明都无法预料 中共为此苦恼不已 无论如何 中共与库什纳建立联系 是找对了人 华盛顿邮报2日一报道 前国务卿 前国安顾问基辛格是中共和库什纳的牵线人 93岁的基辛格和36岁的库什纳都市犹太益 基辛格主导1970年代中美关系正常化 至今仍是中方在美国极为一众的智囊 36岁的库什纳现任白宫高级顾问 纽石报道指 中方显然持续在库什纳身上下功夫 伊万卡带着女儿参加中共驻美使馆新年庆祝会 中国安邦集团也曾拟巨额投资库什纳家族的纽约地产 但近日已叫停 今年3月29日 库什纳家族房地产开发公司宣布 已停止与安邦就赤资75亿美元改造曼哈顿移动摩天大楼的谈判计划 华尔街日报报道 安邦自2016年起便在海外投资频传受挫 原因除了中共背景的政治原因遭到美国政坛质疑外 中共政府近期加强管控资本外流 延长中期海外并购交易的审查时间也是主因之一 今年1月 后任总统川普提名36岁的杰里德库什纳出任白宫高级顾问 处理贸易协定和中东事务等 据公开资料 库什纳不仅是川普长女伊万卡的丈夫 还是纽约周边地区主要房地产开发商 被视为商业奇才 其父亲亦是房地产大亨 据福布斯估计 其身家约为18亿美元 在川普竞选期间 库什纳除了帮忙撰写川普的演讲稿 参与策划川普的访问行程外 还负责与线上媒体和社群媒体打交道 被视为川普竞选成功的重要功臣 川普在宣布库什纳为白宫高级顾问的任命时 也表示 在竞选与政权过渡期间 库什纳是他可信任的顾问与优秀资产 中共十九大召开还有几个月的时间 高层人士换届工作正在密罗紧固筹备中 港媒最新披露 王岐山首握审核十九大人选大选 要求准中央委员准候补中央委员准总纪委委员必须公示财产及配偶子女在外国的居留权和外国国籍 并放话动真格 香港杂志最新披露 中共政治局通过两项决议 第一项决议内容成立中共中央十九届准中央委员 中央候补委员 中纪委委员人选资格审查 复合领导工作小组 据报道 该小组的组长是王岐山 副组长分别是赵乐际 马凯 栗战书 王勇 赵洪柱 张扬 陈文兴 该工作领导小组 直接归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负责 第二项决议是 精神和通过的准中央委员会委员 必须在十八届七中全会期间 向有关部门申报个人配偶的财产 经济来源 子女 直系亲属在境外 外国有否居留权 有否持外国国籍 同时 这些准委员们 还必须接受十九大召开前 向全社会公示财产 如有审报失实 或有隐瞒 作假等现象 一经查核 即取消准候选人资格 如当选择经组织程序进行除名处理 并根据情节做出当即 政绩处理 或移交司法部门追究刑事罪责 报道称 在审议上述相关决议文本时 内部有争议 有提出把个人 配偶和子女区别开来 把个人 配偶和直系亲属区别开来 还有人提出能不能定立一个宽限期 如二至三年等 但王岐山在会上强调 这次是动真格的 不存在退让 妥协 再搁置的空间 他强调这是中央反腐败工作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全中国社会以致国际社会都在关注着 他还说 打铁料自身硬 如果中央委员 修补委员 中纪委委员班子 都经不起受不了公式财产 那不是要全线崩溃吗 报道还披露 目前205名中央委员和171中央候补委员中 至少有115名委员有子女持有外国均留权或持外国国籍 人大常委会常委161名 其中有40多人的子女持有外国均留权或持外国国籍 以上均包括已被开除的委员和常委 2月份就有港媒与海外中文媒体披露 习近平当局正紧罗密鼓筹备19大换届工作 中共中央政治局已通过有关提名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纪委副书记等准候选人的规则 其中就包括 被提名的准候选人必须公开公治本人 配偶及家属的经济收入 财产 接受党内外监督 阿波罗网特约评论员在水义方认为 习王当局设立的晋升规则 必然严防江派被人马上喂 如果港媒消息属实 仅仅公示财产接受党内外监督 一向就堵死了江派官员的禁忌之路 因为江泽民实习腐败治国 江派嫡妻高官无关不攀 此前 港媒多次披露 江派二号人物曾庆红等江派高官拒不救个人 配偶及子女的财产与经济来源 在境外 外国的国籍 居留状况进行申报 遭到王岐山多次约谈警告 去年8月港媒披露 政治局常委会做出决定 由王岐山等代表政治局 中纪委约谈曾庆红等中共高官 王岐山提出 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委员 包括退休的常委 政治局委员 必须执行当局的决策 遵守规矩 不能以各种所谓理由 几口再拖延 婉拒公事个人 配偶及子女财产 并接受各界监督 质询 王岐山还对曾庆红等人提出几点具体要求 一 申报个人 配偶和子女直系亲属财产及财产来源 二 子女和直系亲属在境外 外国有否居留权或外国国籍情况 三 子女和直系亲属在境外 外国的财产包括公司企业 债券 物业等情况 四 在境外 外国外资企业担任高管 或在其名下隶属公司任高职的情况 王岐山强调 最迟在明年期中全会前落实 执行 没有再延迟的退路等 港媒此前消息称 由中央下达了关于党政军 国家机关部门高级官员家属出境出国若干规定的通知 约1500名中共高官亲属被限制离境 并需在60天内书面上报财产 护照 国籍等资料 在社国籍退休高层的名单中 江泽民 曾庆红 李长春 贾庆林 贺国强 吴关正等人的42名直系亲属 17名亲属接到通知 由港媒披露中共内部讨论有关十九大 明年新届政府的构架和人事编制的主要内容 其中 中共中央委员会不设党主席 以及中共国务院总理享有军事委员会委员的权利的意见 引发舆论的特别关注 据香港争鸣杂志4月号披露 今年中共两会后 中共中央政治局分别于3月14日下午和15日下午召开会议 讨论当前国内外形势和面临的挑战 并对中共十九大的相关事宜 明年新一届政府的构架和人事编制的有关议案进行审议 其中 关于中共十九届中央委员会人员编制的意见包括 一、中央委员会不设党主席 延续使用总书记职称 暂不设副总书记 二、中央政治局常委员会委员建议编制名额为七名或九名 三、中央政治局委员建议编制名额为25名至29名 增加妇女、少数民族和地方人选 四、十九大政治局不设候补委员人员编制 五、十九大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以等额选举产生 第十三届国家政府构架与人员编制的意见包括 一、国家主席一名、副主席两名 其中一名有党外人士或民主党派人士经提名审核选举产生 任其两届为止 二、国务院总理以政治局常委总理身份出席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会议 国家军事委员会会议 享有军事委员会委员的权利 三、国务院副总理编制名额四名 暂时不考虑有党外人士或民主党派人士担任 四、国务院国务委员编制名额五名 暂不考虑有党外人士或民主党派人士担任 上述意见中 有关中共中央委员会不设党主席 延续使用总书记职称的意见和国务院总理 以政治局常委总理身份出席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会议 国家军事委员会会议 享有军事委员会委员的权利的建议 引起外界的特别关注 有舆论分析称 从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的历史来看 中共让其最高领导者使用总书记这个名称的一个主要动机 就是显示其所谓的集体领导制的性质 如果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人使用主席这个称谓 则意味着党主席拥有最后决定权 因此 这次港媒披露的中共中央委员会不设党主席的消息 如果属实 则可能是针对此前海外舆论届层出现的有关习近平 可能在中共十九大后恢复主席制的传言提出来的 目的无非是继续彰显其所谓的集体领导制不改变 而有关中共国务院总理掌握军权的问题 早在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就有相关的消息传到海外 路透社2012年9月初曾在报道中披露 有三个与北京权力核心接近的人透露 胡锦涛退位后 将安排李克强就任军委副主席 主管吴景 改变现实总理吴君臣的局面 随后 法新社发自北京的报道也说 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被认为是中共政权最后屏障 而胡锦涛希望被任命为中共国务院总理的李克强 能够出任中央军委副主席 以确保在其全部退出担任职务与权力以后 能够保护他的政治遗产 以及家人不被仍然在台上的共产党内部反对力量清算 中共体制一般情况下 总理仅负责掌管国务院的实际工作 无权调动军队 如2008年汶川地震时 军队对温家宝下达的救援命令拖延不执行 就是一个比较突出的例证 但李克强就任中共国务院总理后 在2013年4月20日四川省雅安市庐山县发生大地震后指挥救灾工作 以及在2015年6月2日发生东方之星克伦沉默事件后指挥营救善后工作时 都表现出对军队十分有效的指挥权力 中共官媒在报道卢山县地震救援消息时 突出救灾部队听从李克强的命令 以及中共总参谋长助理马一鸣在营救东方之星落水乘客的行动中 向李克强现场表态慧尽努力 都被海外舆认视为以掌控军权的习近平 对身为中共国务院总理的李克强强力支持的表现 上面下令 众所周知 上海是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的老巢 早年江泽民 王菊与陈良宇被称为上海帮的铁三角 而上海帮以贪腐为主 因此容不下徐匡敌 据上海帮末日汉将 陈良宇传奇一书披露 从1992年到2001年12月 陈良宇当了近十年的市委副书记 他十分着急自己熬不上市长或市委书记 为此 布希与黄徐联手 乌县时任上海市市长徐匡敌 而徐匡敌对号大喜功 不管老百姓死活的黄菊和陈良宇非常不满 当时 黄菊和陈良宇号称要在20年内 把上海建成金融、工商、港口、高科技等12大国际中心 这种想法得到了江泽民等人支持 于是两人负责手段的大兴土木 将普及的市中心老百姓硬性签到浦东 对此 徐匡敌持反对意见 同时 徐匡敌对黄菊和陈良宇等人的腐败作风也大为不满 2001年9月 徐匡敌在上海市委常委生活会上批评黄菊 并提出市委委员自律廉政等三点建议 书中说 徐匡敌的直言 使得黄菊和陈良宇是徐匡敌未眼中钉 因此他们只使人整理徐匡敌的黑材料 说徐以专家自居 坚持个人意见 凌驾于集体之上 甚至污蔑徐匡敌有个人政治野心 要当副总理等等 于是江泽民下令换掉了徐匡敌 2001年11月下旬 为等徐匡敌上海市市长任满 就接到了中央的调令 到中国工程院担任党组书记 而陈良宇也如愿当上了上海市代市长 不过在2007年中共时期大之前 黄菊和陈良宇相继出世 一个死亡 一个坐牢 上海帮衰落 铁三角彻底散火 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将于本周会面 每媒报道 川普女却库什纳在川普政府的中国政策中 扮演重要角色 即将上演的川席会 就是库什纳和中共驻美大使崔天凯幕后运作的结果 4月6日和7日 川普总统将在他的佛州海湖庄园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访 纽约时报大天府报道 打造两跳盘会时 徐匡敌亦有陪同 在当时央视播报的画面中 徐匡敌跟随习近平在野外考察 并在一旁不时的交流 报道称 徐匡敌现在是雄安新区智库领导 这一消息令徐匡敌再次引发外界关注 年已80岁的徐匡敌 曾担任上海市市长 中共工程院院长 中共政协副主席等职务 是中国第一位院市市长 1989年 时任上海工业大学常务副校长的徐匡敌 被上海市长朱荣基任命为上海交位办副主任兼高教局局长 此后历任上海市济美主任 副市长 市委副书记等职 1995年起任上海市长 2001年 任中国工程院党组书记 4年任院长 2003年任中共第10届政协副主席 2014年任经经济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组长 该委员会一直奔波于经经济3D调研 港媒曾报道 深受朱荣基赏识的徐匡敌 试图被外界一致看好 却在2001年底被突然调职 4年3月 徐匡敌对媒体透露 离开上海并非本院 而是中共最新成立的河北雄湾新区近几天成了大陆新闻的焦点 与此同时 参与策划此项目幕后策划人 中共政协原副主席徐匡敌也引起舆论的关注 有消息披露 徐匡敌曾深受前中共总理朱荣基赏识 但受中共前党魁江泽民打压 被调离江的老巢上海 中共国务院近日印发通知 设立河北雄湾新区 这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的有益新区 该区规划范围包括雄县、荣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的区域 初期规划面积100公里 中期发展区面积约200平方公里 延期控制区面积约2000平方公里 由于新区设立在即 雄县、荣城、安新三县掀起抢防潮 防价瞬间暴增十倍 与此同时 参与该事件的幕后策划人物也浮出台面 在中共官媒央视4月1日的报道中 中共政协员副主席徐匡敌 也出现在中共高层视察河北白杨店等地的画面中 2月23日 习近平专程到河北省安新县进行实地考察 召开河北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工作 参与川习会的细节与非正式氛围 完全仰赖中共驻美国大使崔天凯与川普女 曲库什纳两人幕后运筹帷幄 而库什纳在这一重要峰会中扮演重要角色 报道引述多位官员指出 崔天凯与白宫高级顾问库什纳之间 近来建立了一个忙碌的秘密管道 川习会免地点选择海湖庄园 是两人商讨的结果 报道还称 今年2月在库什纳和崔天凯居中拉线下 川习才有了一次修补两国关系的通电 纽石指 川普一向南策 推文和声明都无法预料 中共为此苦恼不已 无论如何 中共与库什纳建立联系 是找对了人 华盛顿邮报2日一报道 前国务卿 前国安顾问基辛格是中共和库什纳的牵线人 93岁的基辛格和36岁的库什纳都市犹派议 基辛格主导1970年代中美关系正常化 至今仍是中方在美国极为一众的智囊 36岁的库什纳现任白宫高级顾问 纽石报道指 中方显然持续在库什纳身上下功夫 伊万卡带着女儿参加